各位亦来乡亲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些国语新闻 先为开始来关心情流感的消息 国内情流感的疫情往北蔓延 已经来到桃园 既防御的需求 以及维护产业饲养安全 县府多方评估 决定跟花莲台东 共同建立了防疫网 从1月22号开始 情内活体全面禁止进入陷阱 降低疫情扩散 情流感疫情往北蔓延到桃园境内 宜兰县政府今天上午开会 确定与花莲台东共同建立防疫网 从1月22号开始 除花东地区之外其他县市 情内活体全面禁止进入陷阱 为者将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进行处罚 并原车退回 防渡情流感疫情入侵 后来我们就提高警觉 提早做了各个情绪场的消毒跟防疫 那现在我们进一步希望 能够让这个疫情 因为听了简报 好像从各国的这个经验 包括临近的日本和韩国 一个疫情发生 延烧到大概要三个月四个月 因为隔壁的花莲台东 它边境管理到这个礼拜六 好像大家好像也没有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 那个完整的策略 那我想我们东部的区 环境跟地理环境比较单纯 那虽然感染源主要是候鸟 不过移动性的污染 也算是我们一个重要的 这个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最慢 在中午前要决定 到底要不要做边境管理 而且要管理多久 目前在花莲台东 还没有疫情发生时 活情进入宜兰陷阱 只要开业或特约受医师 开具健康证明书 且运输车辆经过消毒 并确实覆盖车体 不让勤奋羽毛散落 就可以进入陷阱 以来凶记者黄猪汉 怎么不到 下集团